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抚扬角和摇晃角分别在两个图表中描迹一个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的是抚扬角和摇晃角曲线 程序中的Jaw Grid函数为曲线准备了两个红色背景的绘图区域 并用六根水平黄线来标记数值 从上到下分别为正180度到负180度 从NPU6050获得的原始数据 经过GetAngles函数的转换后得到了扶扬角和摇晃角 分别保存在Input Pitch和Input Row中 接着调用绘制曲线函数Plot 先把这两个角度限制在正180度和负180度之间 经过重新映射 使两个角度值落在液晶屏中各自绘制区域适当位置 然后调用Jaw Line函数 其中的参数分别是起点X和Y坐标 中点X和Y坐标 颜色 通过Jaw Line函数 扶扬角或摇晃角上一次的数据点 和本次数据点之间就连接起来了 之所以调用了四次Jaw Line函数 目的是 对于扶扬角或摇晃角都分别画两条同样趋势的曲线 两个曲线之间在纵向上相差一个像素 实际上看就是加粗了曲线 在液晶屏上显示更清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赢富一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赢富一点 感谢您的支持者 赢富 util者的